大家好,歡迎來到智慧幫頻道 在這個充滿科技驚奇的世界裡 我想分享令人興奮的元宇宙世界 今年Apple推出的Vision Pro MR眼鏡絕對是一大突破 這款MR眼鏡不僅是普通的虛擬現實裝置 還融入了許多以你未來的互動技術 穿戴它,你將穿越虛擬與現實的界線 融入嶄新的互動體驗 這不僅是觀看,而是身歷其境的真實冒險 踏入這引人入勝的虛擬世界 你可以成為遊戲中的主角,挑戰刺激的任務 也可以走進藝術畫廊,欣賞大師的杰作 咦?我突然有一個想法 如果能將手邊珍藏的公仔3D數位化 不僅可以在MR中欣賞把玩 甚至還能通過手機或平板與朋友分享耶 所以在這個影片中,我們向大家介紹一下 讓3D技術走進家庭的創新工具 RibroPoint Pub3第三代3D掃描儀 說到3D掃描技術 它在各個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 從藝術設計到製造業 3D掃描幫我們更輕鬆地捕捉真實世界的物體 並將它轉化成輸繪化3D模型 而出品RibroPoint的公司在這領域佔著重要的地位 資向光電是一家專業3D掃描技術公司 在工業化專業掃描領域擁有卓越的成就 他們的3D視覺系統已安裝在工業機器人上 可實現立體掃描的物件特徵、軌跡位置偵測 以及工件定位等功能 提高工廠製造的靈活自動化和生產效率 在工業化領域之外 他們也把出不可及的工業技術 實現到一般家庭的應用 保持高精度的掃描技術下 價格又能讓我們有能力 擁有一台自己的3D掃描儀 它的上一代我們有開箱分享過 有興趣的可以點開來看喔 這一代提升了不少功能 簡單來說就是讓掃描的成功率更高了 首先我們先科普一下什麼是3D結構光技術 我們投影出一個正列方格線條 當這些線條投射在平面上時 它們看起來就是直線的 然而當這些線條投射在立體物體上 由於物體表面的不規則性 線條就會呈現扭曲的狀態 接下來3D掃描儀會將這些扭曲的線條 與原本的直線進行比對計算 通過這種計算 我們可以得知每個位置的深度訊息 也就是物體表面在空間中的位置 為了實現高精度的3D掃描 我們會把投射出來的線條即小化 同時提升相機的分辨率 這樣做可以確保我們能夠更精準地 捕捉到物體表面的細微細節 然而這只是3D掃描的基本功 現在讓我們一起看看這款 RemotePoint Pub3第三代3D掃描儀 依然採用時尚緊湊的設計 輕巧好攜帶 方便隨時隨地使用 讓你在創作靈感融線時 不受限於固定的環境 這次增加9軸陀螺儀 快速曝光調整鍵 跟白光補光燈等功能 憑藉其優秀的光學系統 和先進的感測技術 提升到每秒12-18幀的掃描速度 它能夠以驚人的細節捕捉物體的形狀 讓你的3D模型更加真實 這些升級將大大提高掃描成功率 讓我們更輕鬆地進行高精度的3D掃描 無論你是專業的使用者還是家庭用戶 都能輕鬆地掃出逼真的3D模型喔 現在讓我們實測一下這台3D掃描儀的實力 這裡有一個絕版正常的鋼鐵人公仔 讓我們將它變成3D模型 你會發現掃描時會發出白色閃光 這對掃描後的外觀色彩還原度提升很多 加上主機上的陀螺儀定位 讓掃描接圖的成功度有大幅的提升 另外鋼鐵人身上有許多深色的部分 都是比較難掃描的 這次掃描儀主機上可以直接試狀況 調整紅外線掃描曝光度 讓深色的部位可以更容易被掃出來 掃描後透過軟體進行後置處理 一開始掃描答案會掃描到背景槍面等 我們可以把不必要的地方全選刪除 再透過步驟依序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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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完成鋼鐵人的掃描啦 一般掃描以針對立體資訊為主 掃描出來的外觀色彩只能說能辨識而已 這台掃完之後的彩色外觀還原度 直接可以用在虛擬世界的應用了 你看這麼複雜的模型讓我這種3D領域的小白 都可以複刻數位化 已經想把手邊模型都掃描起來存在手機裡 這樣隨時想看自己的收藏可以透過手機或平板來把玩啦 將來說不定還可以設計出自己的遊戲 把公仔都放進去動起來呢 那我們再掃描已經絕版的大同寶寶試試看 看吧 僅需幾個簡單的步驟 我們就成功地將收藏的公仔變成了逼真的3D模型 連色彩還原度都提升到可以使用的程度 這種精準而簡單的操作 使得PUB3成為不僅適合專業用戶 還非常適合家庭使用的優秀選擇 除了個人創作和娛樂領域 3D掃描儀還在教育、藝術、研發等領域展現了無限的潛力 它可以幫助學生更好的理解立體掃描 藝術家的創作能更加生動實用的作品 研發人員更快更精準地進行產品的設計與數據分析 不論你是想製作獨特的3D列印模型 還是為專業領域提供高精度的數據 REVORPOMPPUB3 3D掃描儀都能滿足你的需求 有更大型的例如人體大小的掃描需求 還有Range版本的機器可以參考這些實測影片哦 在元宇宙的大門敞開的同時 趕緊來了解更多3D掃描儀的資訊吧 讓未來你的創意也在元宇宙裡宇宙不同的綻放 是不是很有趣啊? 今天的科技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Bye